这上哪儿这好劲啊 来这么多人 他不会不出来吧 能吧 就是这边 这不是松树林吗 二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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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你嫂子 二瓶 我是你大嫂 我是月容 二瓶 嫂子知道你就在这附近 你快出来吧 你把这面材料给我 让钟晨和蓝梅平平安安的回家 你不是跟嫂子最亲了吗 二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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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把咱妈记成啥样了 你想想媳妇想想孩子 别做傻事快回来吧 争取自首去 自首可以宽大 二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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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嫂子给你跪下了 二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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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里人不会嫌弃你的 二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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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瓶你快回来吧 去自首 二瓶 一会儿 二瓶 一会儿 二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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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自了手 你不自首 没有机会了 你其他事要警察帮你办 不行 早得不得了 我 我知道你们为我好 但是我 但是我现在不能回家 你现在不回去 不自首 就没有困难机会了 你给我回去 二婷 二婷 阿姨 二叔 二叔 你得跟我回去 二叔 阿姨 你得跟我们回去 二婷 把刀放下 姐夫 对不起了 姐夫让钱 快 二叔 我就这些了 好 谢谢你了啊 嫂子 不能快对不起了 二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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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 二婷 咱爸来电话了 他就在阳县呢 他不说呀 不让咱们管呢 你跟三儿就找去吧 反正阳县就那么大点地儿 想办法一定把咱爸给弄回来 听不听见啊 好吧 急死人了 仲天跟龙 养儿跟肿 你还别说啊 你爸跟老二婚劲 还真差不多 你说谁婚的 又是你这么说话的吗 你躲什么躲啊 你给我查查 去阳县坐什么车 你也去呀 我不放心呐 什么事还得说亲兄弟呀 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 壮灾 停停停 弄宝宝的车 快 第二头回去 喂 你们怎么在这儿 我们见着二叔了 他让我们到这边来的 见着二叔了 我不让你告诉我吗 您不告诉我呀 二叔不让呀 师傅 您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啊 我们两个在找老爷子 老爷子不见了 别提了 说来划长了 二屏写这份证明材料 好好好 这样好 这样蓝梅和忠诚就可以回来了 胡子 你腰怎么了 刚才跟二屏丝绊的 我让他回来他不听 就跟他动手了 他动手了 我跟你说 咱谁也别乱 胡子 你拿着个材料 找那个大张 让他送给专案组 我们两个呢 去找 有什么情况 咱随时电话 不是他有 不是你爸有 跟近点 停 停 停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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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婶 你跑这儿来了 大萍 你们可来了 你爸发着高伤的 他不听我话呀 爸 你上车 快点 咱上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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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走啊 爸 听话 大萍 我来 我来还不行吗 求你了 爸 你俩他拿着吗 求你了 我爸 我来 我来 我上车 好 对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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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家人 今天在我县大街上 发生了一件感人的事 一位中年人举着写有 二平回家字样的纸牌子 游走在大街小巷 据了解这位中年人 是在寻找他的弟弟回家 在他身后的一辆车上 我们找到了他们的父亲 和另外两位亲属 他们是和他一起 寻找一位名叫孟二平的亲人 这位年近七旬的老人 就是孟二平的父亲 据了解老人现在正在生病 但是为了寻找到自己的儿子 他执意不肯去医院 回家 回家 老人饱含深情的呼唤 让我们感受到了 深深的试读之情和人间的答案 孟二平观众 假如你现在正在收看我们的节目 我们希望不管您是什么原因 离开了家 都能够早日回家 多谢观看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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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来了 爸 爸 我回来了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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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来了 爸 爸 抓不住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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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太大了 低眼 您怎么办 情况有好转 现在基本上可以认定是自首 那两个小子也抓着了 关键是借二十万 对对对 债主已经去法院起诉了 怎么办吧 那数目可不小啊 我的钱先不用还 这二十万必须得还 爸 爸 你那儿怎么样了 律师都找好了 大哥 你那儿怎么样 千万不要 买房子 还钱 什么 爸 那可不行 你住哪儿啊 我跟荷花住到乡下去 对 爸 钱的事你别着急 我 我们几个想办法 对对对 对对对 这钱我们可以凑凑 您就甭管了 哎呀 养不叫父之过 而凭不争气 他惹的祸 就得我这当爹地来还呢 爸 爸 爸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责不责任的呀 你看我这么多人 一人太重 十人贪轻的 怎么还想不出办法来 是不是啊 就是 肯定能有办法 对 爸我跟你讲 你这个不能啊 你卖了房子咋办呢 你说卖房 销利和那些商人家 孟大萍茫然地看着大家 心里一阵发飘 兄弟姐妹们日子过得都不宽佑 羊群里出骆驼 相比之下 自己还算个有钱人 虽然借给二婷的那笔钱 扔得连个响声都没有听到 可事到如今 自己还必须赶着自己上架 谁让自己是大哥呢 我那房子有个事 又有大愿 身头一刀缩头也是一刀 尸子多了不咬 你说你管这事干什么呀 我是他金姐我能不管吗 孩子买房车怎么办啊 咋呗 你说得也太容易了吧 你得知道哪头轻哪头重 你就在前眼里安身 你什么都不顾了 这事就这么着了 贴人不富自家穷 就这样吧 这些存款的还有一期了 可惜了这些利息喽 我说你真就不应该帮她 应该让她自己多受点罪 看她以后还折腾她 南美 嗯 你真的一点不憎恨她 嗨 有什么办法呀 自己清歌竟很傻呀 睡你的脚步干什么呀你 大姐 什么啊 什么时候啊 真的 好好好 我马上告她 马上告她 好 好 哎呀 干什么呀你一惊一乍的 不是一惊一乍 不是一惊一乍 这是天无绝人之路 我告诉你啊 那个瞧你东西那个飞车贼 让警察抓住了 让你明天带着身份证 去把那个钱取回来 真的 那也是杯水车薪呢 我刚高兴那么一会儿 哎 大萍 你就没有啥点私房钱 都到这个节骨眼上 你拿出来吧 本夫人恕你无罪 我弟妈呀 别说无罪 我现在真想是罪大恶极 我笨就笨的 你说我怎么这么清白呢 我真是 得了吧你 领导 说正事吧 臭死我了 我能有幸地 为你们做点什么吗 什么你们我们的 你什么意思啊 你们嘛 就是 你 和你哥啊 你小姐都给我拐玩抹角的 不是我跟你拐玩抹角 是你不跟我直来直去 小姐 如果你不怕倒牙 我想跟你说句话 什么话啊 愿意为你做 任何事情 你这人真狡猾 什么事都瞒不了你 你就不该瞒着我 你真的一点都不介意吗 不管我心里有多介意 嘴上都不能说呀 其实我不是为了中肠 我是为了孟伯伯 你这人真狡猾 我在他公司的那个时候 他带我像亲女儿一样 你明白吗 孟伯啊 来 把这两个黑钱拿着 也就这么多了 能光多少算多少 来 小姐和相都不已经拿了大头了吗 再加上我估计差不多了 行了 小姐结婚也还用钱呢 你先留着 你咱的钱也不容易 那不行你听我说 平时啊 五花儿平不错 看在老爷子的份上 也算帮我师父 拿着 拿着 你怎么来了 怎么不上去呢 我是专门来谢谢你的 谢谢你把钱借给我们呀 孟伯伯已经来谢过了 谢谢你们一次了 那 那你要谢就是 不会的 哎呀 你说这一天天的活着 啥意思 哎 行了啊 别想那么多了 想点高兴的 不要我呀 一闭眼睛 就这事那事都来了 要不然 要不然 我带你去医院看看吧 妈没带我去过了 大夫说是心病 让我注意情绪 那情绪咋注意啊 这样吧 我给你找一个心理医生 你懂有那样的 嗯 能行吗 行 二嫂你知道吗 心理医生呀 主要就是针对你这种不好的情绪 进行心理干预 让你的情绪好起来 能好起来呀 嗯 那行 快让他来干预干预我吧 我好像等情人片了 你别急 我现在啊就给他打电话 等他来了 你把你的想法都告诉他啊 雅雅 你爱了我知道 我心里特别感激 可是我不希望你因为我 跟你父母闹得不开心呀 这样的话我心里会非常难 我的事我做主 他们说他们的 我们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 我对你不会有任何改变 重诚 我就希望你不要把这个当个事 等我们结了婚 时间久了 他们也就能慢慢接受这个事实了 我还是不希望你跟你父母闹得不开心 自从我二叔出事之后 我从我爷爷那儿看到了 孩子的那种感情 比二叔特别严厉 但是二叔出事之后 我爷爷心里特别特别难受 还有上次我被关在看守所的时候 我妈像疯了一样 那一刻我突然感受到 父母是这么能爱自己的子女的 我们从小都是被宠着长大的 可长大了之后 又不听父母的话 总是一味地强调自己心里是怎么 总是觉得 做父母的怎么就不理解我 其实不是这样 就像你说的那样 咱们俩不管不顾的去结婚了 是 你父母是会同意是 可是他们心里面会特别的不痛快 他们会对你很失望 对我也会很排斥 如果是那样的话 就算咱们俩得到幸福了 也是不完整的 仲长 你说的都对 我和你一样也很爱我的父母 我也知道 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爱我的人 我知道他们都是为了我好 我也不想让他们伤心 可是 我们不能因为他们一时的不理解 就断送我们的幸福 毕竟我比他们了解你 事情总是好 等他们真正了解你之后 他们就不会再这样做了 你这么做 我真的是特别的感动 我希望你爸妈能够正常的看待我 我不希望在你爸爸面前 没有自尊你知道吗 自尊自尊 你总是想着你的自尊 我的自尊 我从认识你那天起 就从来没有个自尊 我努力付出 就是希望可以得到回报 可是你给了我 我也一直在努力啊 努力 这么说 你一直以来都是强迫自己 是不是其实你心里 真正爱的 真正爱的 是彭姐 是不是这样 不是 忠诚我希望你能诚实一点 你为什么一直都在怀疑我的 忠诚我痴情 但是我不傻 我就是太痴情了 我忠诚了你的冷漠 忠诚了你跟彭姐 你是不是觉得我第三下四 我自己都开始怀疑 我的这种痴情 是不是有点自虐 我一直把自己捆在一个 自以为浪漫的情感里 等着你伸出手臂 可是你一直围着我绕 就是不愿意张开你的臂膀 小孩子 你这个从哪儿弄来这些词啊 给中学生是酸粒流的 爱情小时候看多了 原来书上说的 都是有道理的 书上说什么啦 什么有道理的 书上还说什么了 书上还说 如果 再怎么爱 也不能低下高贵的头 因为没有自尊 就换不来爱 没有自尊的爱 是没有灵魂的 你傻子 你这一天天都在看什么说的 那我二嫂不会有事吧 现在看问题不大 这种情绪低沉 精神沮丧 有自责自罪的想法很正常 不过要积极治疗 否则严重的话会悲观绝望 甚至有自杀的念头和行为 下一步 我会采取一些针对性的手段 像催眠什么的 谢谢你啦 不用谢 我之所以能来 是因为想见你 否则我会让病人到我诊所的 我之所以找你来 是因为你是我手机里 储存的一位朋友 你可千万不要多想哦 你总是这么咄咄逼人 对不起啊 我从小就是这样 可能也改不了了 深度心理学认为 一个人从小成长的背景 会严重影响他长大后 会被什么样的吸引 影响他亲密关系的建立与维护 不过无论受过什么样的伤 当有了爱情的时候 就有了最好的疗伤机会 天下最好的疗伤者 就是自己的爱人 你不打算找个爱人试试 哦 这样啊 我现在还没有这个想法 等我什么时候冒出这个念头的时候 我会第一个通知你的 很荣幸 通知你哎 你要搞清楚 像你这种有惰性情感的人 想找到个合适的也不容易 如果你马上从我的眼前消失的话 对我找到一个合适的人 会有很大的帮助的 对医生还是应该客气一点 那请您马上立刻从我的眼前消失 好吗 董医生 嗯 这让我感觉好多了 别募送了 妈 我可连利息一块都取了 一共五千二 嗯 行 大哥 来 钱不多 别见笑 能凑一点 试一点 谢谢 大爷 谢谢 你听我妈的 我 我听你妈的 好 你看 爹 我就看不到别人太累 别哭啊 不哭 孩子 哭啥呀 人活的世上 哪能遇到都是舒心的事啊 有家里人帮着着 啊 客官啊 你真好 我和几位债权人已经谈过了 他们统一撤诉 借条 我也拿回来了 谢谢 我提完二弟谢谢你们 你别着急 现在看来啊 你弟弟真让人骗了 再加上你们家一直帮着还着债 这对清判很有利 按理说 估计怎么也得判两年吧 是吗 唤醒两年 谢谢 谢谢啊 不用谢了 对了 你们老爷子那个婚前协议啊 我也弄好了 您看看 怎么了 没有 我觉得这个协议有点像合同 好 那您就回家慢慢看看 然后有什么事您给我打电话 那我先走好吗 好 谢谢啊 好好谢谢 我不送了啊 好再见 再见再见 谢谢 你怎么叫我来这儿呀 这也是给我二嫂治疗的一部分吗 我也是为了工作 那就尽快开始吧 好 那我们就开始吧 关于病人的日常心理疏导 我这儿有一本书 是我写的 你看 你是让我从头慢慢跟你读呢 还是你自己拿回家去看 如果你愿意在这儿听我跟你读 这样会有一个好处 就是你随时能够听到我专业 而且非常精彩的注解 而且非常精彩的注解 你要回家自己慢慢看的话 那就要靠你自己的理解了 那就请你相信我的理解能力吧 顺便说一句 希望你看到里边有关爱情心理学章节的时候 能关照一下你自身的状况 这对你有好处 你这样汇集记忆啊 是很危险的 我怎么会爱上你这么个不解风情的冷血女人 我怎么不解风情了 我怎么怎么冷血了 你说 你说 安静 安静 讨厌 讨厌 真的不能挽回了吗 你在我家 感到没有尊严 对 我在你这儿 好像也没有尊严 再说 我不愿意我们之间 永远有一个彭杰的影子 我是爱你的 我只是想把我前段感情放在我心里 慢慢地让她忘记 可是 这需要时间的呀 我特别想知道 在你心里 我跟彭杰到底区别在哪儿 说实话 没有区别 只有不懂 你时尚的东西多一些 他传统的东西多一点 他有梦想要求现实 你用现实追求梦想 我 我有个时候就在想 你们俩要是能和这一个人可以多好 肯定是不可能的 对不起 是我的不必讲究 不是我的 苦苦相求又有什么意思 对不起 对不起 进来吧 小丽 对不起 爸 爸 儿子不孝 您原谅我吧 爸 您身体还好吧 我身体还行 快来到年了 荷花 你大姐 蓝梅 还有梦想 给你拿这些东西 都在这里边 好好表现 我知道了 爸 您放心吧 哥 小丽 他们两脸有我呢 有咱一家人呢 好好表现 早点回来 走 走 怎么着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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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搬利索了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就把金条拉去 谢谢 行 你们先搬走两天 我们过了年就搬了 对对 以后搬新楼咱们还住邻居 可不愿意跟他住邻居 他太麻烦 谁愿给你住邻居 老街头 姐夫 姐夫 哭啥呀 住新楼去了 这不是舍不得离开吗 真是有感情啊 咱俩嘎邻居多少年了 四十多年了 你看一会儿四十多年了 好好好 来 揍揍 揍揍揍揍揍揍 谢谢 你给我常来啊 常来 常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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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和花婶子 这一年您对我爸那么好 你说让我们老感动了 不知道怎么谢您 我跟你讲 我爸不好意思 我真空门 我想来想去 我说过年给您送个礼物 真是我有点心意 看你喜欢吗 喜欢喜欢 这像你爸 像不像 像 那这就是我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真的 大姐 这已经过年了 还和花婶子 是不是应该宅改口了 就是 姐 改口 姐 改口 我老大嘛 我得带着个头 妈 不要 妈 妈 妈 我没有 跟你爸要去 妈咪 妈还靠门呢 我做饮料头们 我煮饺子去哪 妈 妈 聊什么啊你们 聊让你煮饺子 行 我煮饺子去 你们聊 饺子来了 来来来 帮您这儿吧 来 帮您这儿 帮您这儿 帮您这儿帮您这儿 帮您这儿帮您这儿帮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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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别管毛病 大哥 我对他有两条基本原则 第一呢 凡事让着的 就一好白好 第二呢 那要是真有矛盾 我的态度非常强硬 那就是坚决参考第一条 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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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帮您干点什么啊 不用 你去跟他们放鞭子 行 那我出去玩会儿了啊 去吧 我去玩了啊 去吧 辛苦你们了 哎 里头搁钱了吗 搁钱谁咬谁 谁有福 对 搁张一下 搁的 去年我就假装我自己搁钱 我刚才一咬啊 给完了给我钱了 那你就有钱了 对对对 那没搁坏啊 那 搁了 谁呢 这儿这样啊 十二五九了 万平 这都过节了 你爸想二平了 你看 坐那儿发愣呢 是吗 看 谁啊 你爸 还要来 做什么 什么 好 好 那那那那 雪儿 因为 对的比去年好 来 过来玩 过来玩 来 过来玩 过来玩 来 过来玩 过来过来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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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 爸 小雪 二叔 二哥 爸 二叔回来了 二叔回来了 二哥 爸 二哥回来了 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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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二哥 二叔 二叔 快进屋吧 二哥进来啊 行 三 进屋吧 哥 哥 回来好 哥 爸 姐 爸 抱住声中 一碎厨 又是一个新的春天 用不了多久 这一带就要拆迁了 人们在想往新宅的同时 也流露出对老宅的眷恋 老人们说 新房的感觉不是大 是空 年轻人说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老孟婆说 我不怕拆迁 我怕拆家 其实 新居也好 老宅也罢 家何才能万事兴 老话说的好 柴米油盐 酱醋茶 是是非非 你我他 喜怒哀乐 都是情好歹咱们 是 一家 好 咱们现在欢迎咱们家最高领导 讲两句 好 好 好 是得讲两句 是得讲两句 二瓶 二瓶回来了 爹心里这块石头就算落了地了 蓝莓跑车 搞春运年年都这样 这也是为人民服务 这咱们家就都团圆了 实质连心好歹一家人 我就希望咱们齐心协力好好过日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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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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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